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赶紧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广西十家科技期刊曾报道过一位中国企业家轻松通血管的案例 这位企业家得了冠心病三条血管全堵塞了 到美国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不巧的是手术排满了 没想到半个月后等他再去时医生检查发现他的三分血管就全通了 询问一下才了解到原来企业家每天在家一直在喝一种汤 黑木耳红枣浆汤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呢 其实在中医古籍里都有记载了 黑木耳可养血意味降血糖抗冠状动脉硬化延缓衰老等作用 尤其是和中老年人和三高人群被誉为血管轻道肤 红枣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本草纲目就提到早具有滋阴补养 益气养肾 补肝降压之功效 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 生姜富含姜辣素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可使心跳加快血管扩张 从而使脉络通畅 供给正常 三者完美的搭配起来 不但对心脑血管有巨大的帮助 而且对五脏都有补益 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准备食材 十克黑木耳 三片姜 五枚红枣 一 以上食材加上六碗水一起倒入锅里 二 用小火煲成两碗水 加少许食盐 及时每天吃一次 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和海鲜一起吃 容易腰腹疼痛 红枣食用不超过十枚 多了会负账 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么好的视频 看完请记得多多转发分享 让家人群友都看看 血管健康与否 决定着我们身体是否健康 这个配方非常珍贵 不用花一分钱